大家好,我是Pibi 我是Liona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 人生新項目 是什麼呢? 錄影 今天是我們的首錄 那我們現在就要準備 今天吃早餐 準備出發去我們的錄影場囉 Let's go 那我們現在就來卸貨 準備組裝我們的帳篷 你有信心嗎? 有 加油 歡迎 我們現在要來大帳篷囉 我覺得我們等一下 如果有不高興 要發出警訊不要吵架 不怒到對方請親對方一下 就例如說你怒到我 我就阿的時候你就要親我 然後化解那個不爽 好嗎? 約定 那我們就待 開工囉 Yes, go 剛剛有另外一台車 不小心把木棧板尬爆了 所以大家開車的時候要小心喔 不然木棧板摳掉了 睡覺會吃吃的 不用擔心 我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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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去戴走什麼? 你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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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戴喔 我可以戴喔 好 我可以戴喔 好 我需要清新 我剛在裡面當女娃補天的時候 我覺得我要死掉了 你也有加綠茶洞 你也有加綠茶洞 喔你的好甜喔 還要拉緊 好 你在幹嘛? 裝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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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跑過 升就過 好熱 基本上 我們的帳篷 然後桌子椅子都 組裝完成 然後現在Liona在裡面 交在我們的床墊 這是要預防 我們有需要每一點的地方 辛苦你啦 然後這是我們 剛剛先辛萬苦 搭出來的帳篷 請問你在幹嘛? 我在點艾草棒 這是 之前有在露營的朋友 推薦我的東西 好像說 味道不會很刺激 然後 虛蟲的效果 嗶嗶好 我們剛剛花了多久 你說 整個這樣子setting 大概 兩個多小時 欸那其實還算不錯喔 我們整個完成 我蠻意外的 我以為我們要煮四五個小時 有成就感嗎? 嗯 我覺得這帳篷不錯 然後這個營區 我也覺得 蠻舒服的 欸蠻方便的 像我們的帳篷旁邊 就有便利設施 可以自己擦延長線 然後旁邊又有很多洗手台 根本就一棟的自己的一攤 以新手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友善的環境 我想要做什麼? 我現在想要 好好休息 好好地休息 我們現在要去一下我們的營本部 對 我現在要去營本部 看一下我們的食材 因為假日是不是全部都滿了 人很多 哇 還滿滿的人 然後這裡就是廁所公罐室的地方 這邊我小溪 玩一玩 剛好回去 還是自己的那個 帳篷 你看那個是我們的帳篷 哇 來 我們今天的大廚 要做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吃 烤豬五花 然後配一些簡單的蔬菜 像青椒啊 娃娃菜啊 杏鮑菇 我都已經先在家裡切好了 賣死過了 我剛剛不清楚了 好香啊 因為我豬肉有先 簡單的醃過胡椒粉跟鹽巴 有味道了 然後因為豬五花它會很油 它會有很多豬油 然後我就用它那個出來的豬油 去一起煎蔬菜 這樣大家都有味道 這個魚好好吃喔 阿天啊 我覺得露營真的是不要偷懶 你為了方便 你可能就是在前一天先花點時間 準備一下食材 你現在就會真的是很方便 我們有買這個調味罐子 然後綠色的 就是很漂亮 吸引我 吃什麼 呵呵 耶 耶 來喔 點燈 耶 我們 讚讚的 我們現在在Round 2 丟老婆疼的孩子 像個寶 啾啾 我們現在吃飽喝酒 然後也洗完鍋碗調盆 把垃圾做好跟淚丟掉之後呢 大雨來了 對 幸好我們快要走回帳篷 大概前五秒吧 才開始要噴進來 喔喔喔 趕快 那邊還沒蓋 我穿雨衣 都濕了 你就去吧 我幫你拿毛巾 好 就如大家剛剛所見 這雨 來得很突然 對 因為我們為了通風發 前後左右的窗戶都打開 對 只剩沙 網沙 對啊我剛剛去看我們的床墊 是有稍微被見到 但好險我們有 有想到 才不會等一下 一盡許曉說 哇 睡在水池裡 對 變用池 所以第一次露營就遇到 夏雨營的感覺如何啊 就 試試啦啦不是很喜歡啊 但是至少 我們算有做了 蠻好的準備 就是聽很常露營的朋友說 其實第一次露營比較忌諱的是 遇到夏雨天 可能會比較沒有經驗 所以手足無錯 那我們其實在出發前 已經有看了一下氣象預報 是有機會遇到夏雨的 所以我其實是有點心理準備 我就想說 至少搭帳篷的時候不要夏雨 還有收帳篷 但是其實我有點好奇 我們會怎麼突然開始 要做露營這件事情 我之前就一直有在跟你講 這種露營 然後 Leona是跟我說 她只睡露營車 就是舒舒服服那種 她不要自己扎眼 這樣摳摳摳摳 我必須要說 我 我對露營這兩個字的印象 還停留在就是 國中 不是都會有那個什麼 隔宿露營 然後不然就是到大學的時候 會 迎新素營 就是要自己搭帳篷啊 然後又不能洗澡啊 然後很狼狽 然後又吃 吃那個同學自己辛苦炒的食物 然後回家打老賽啊 所以我就是 對露營這件事情的印象 不是這麼的喜歡 所以我才會一直跟你說 我對露營兩個字 其實 比較沒有好感 我就是在 一個露營場附近 拍風景 然後拍一拍的時候 就看到 露營場裡面的那時候 夕陽很漂亮 風這樣吹吹出來 我就覺得 哇這個露營這樣下來 其實很浪漫 我就跟她說 我有一個夢想 我想帶著她 然後露營 她就說為什麼 我就說你想像喔 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把帳篷都紮好了 然後呢晚上吃著烤肉 早上呢 那個太陽升起來的時候呢 曬著我們 門一打開 我們就起來吃早餐 然後小娘會啾啾叫 然後我們就吃著早餐 喝個咖啡 彈心聊天 不是很浪漫嗎 嗯是蠻浪漫的 對 那應該會蠻容易聽到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要買帳篷 我比較喜歡這個東西屬於我自己的 嗯 然後我不太想要去 用別人使用過 我如果自己買的 這個帳篷 那它一定有一定的費用嘛 那我就會因為 我已經買了這個帳篷 會 算是逼自己是 要第二次第三次 就不會說喔 體驗很差 然後就再也不要用 我就會讓它 它會到最大的價值 不會怠惰 對 那你未來對於你的露營人生 還有什麼期待 想要完成的目標嗎 去不同地方 除了比較偏北部以外 也可以去往南部 水裡有新雨 或者是可以去 譬如說人家有說 洛宇松的那種 露營地很漂亮啊 嗯 或者是有雲海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拍一些很漂亮的風景 那就期待我們後續的 露營小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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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下雨後長什麼樣子 首先就是這個先上去 下雨的時候忘記把它放下來 雨水就直接這樣送進去 今天要用一鍋到底的方式煮義大利麵 夾一半 好豐盆 然後蓋上鍋蓋 大概等個五六分鐘就可以吃了 哇 哇 還有一個問題 飯器在前流行嗎 對啊 嗯 沒有啦 不乾脆進去的梅餅 誰在想這句啦 昨天是 當啥被你感到 我 我覺得昨天跑廁所 是因為我啤酒喝太快 是喔 由我組織 整理進水的帳篷 突然太陽出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決定 要把我們的外帳收掉 攤在旁邊 讓太陽曬一下 我們的外帳現在在曬 日光浴 現在因為快下雨 我先趕快收一收 有點慌亂 我們剛剛早上起來說 本來還出大太陽 然後覺得 因為天氣月報本來是說 今天有90%會下雨 他們就很瘦 想說完蛋了 然後結果出大太陽 我們很開心地在那邊 曬我們的外帳 然後還曬一下發現 嗯 天氣開始就變了 就風開始起來 有點太涼了 我就覺得不對勁 那我們就趕快緊急 把東西都收好了 幸好我們在有大太陽的時候 就先變身 我們才不會釀從北區 以上是我們的第一路 跟大家分享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 訂閱按讚 還有分享 打開小鈴鐺 bye bye 等一下 Gopo 媽媽救了你 你在幹嘛呀 哎呦 哎呦 又把那個 被魚王的塞子給剁掉